俗话说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在军事交通运输中 主要依靠的就是行 建国初期 我国近藏靠的是双脚 进出时间常常以年为单位来计算 而物资近藏依靠的车轮子 也要以天为单位来计算 但是如今改为空运后 往返周期只需2-5个小时就足够了 而这些承载战机的公路 也被称为了战备高速公路 那么我国的战备高速都有哪些呢 首先 并不是随便哪条高速公路 都能被当作战备高速来用 我国最知名的战备高速公路 应该就是省大高速和正名高速了 沈阳至大连的省大高速 是我国第一条战机起飞实验的高速公路 1989年9月 在省大高速上进行了歼7战斗机的起降实验 而郑州至明权的正名高速 则是河南省首条交通战备高速公路项目 2014年5月25日这天 多种战斗机机型 在正名高速公路的飞机跑道上 进行着试飞训练 这个现象在解放军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出现 而正名高速的这条飞机跑道 也是目前我国飞机跑道中设施最全 功能最多 性能最好 且进空最彻底的一条 平时既可以作为民航客机的备用机场 还能作为军用飞机的演习飞行训练场地 这足以说明了我国高速公路已经拥有了起降重型战机的能力 一旦未来进入了战备状态 正名高速公路就能直接成为体系的空军编队了 当然 除了这两条已成型的战备高速外 还有京藏高速 京星高速和成坤高速等 目前已经开工或已建成的战备高速项目 那么修建战备高速都需要哪些条件呢 首先 公路必须具备强大的抗压能力 按照标准 战备高速的公路厚度应该是普通高速公路的三倍 其次 对公路的宽度也有要求 一般的战斗机 驿展都在10米以上 像运20这种大型运输机的驿展 更是达到了50米 所以战备公路一定要足够宽阔 至少得是6车道 另外 公路还必须保持平坦 以确保飞机在起降过程中的稳定性 最后战备高速公路还得足够长 至少要在2500至3000米之间 以保障飞行员有足够空间顺利起飞 其实 除了战备高速外 还有战备公路 这种公路也被称为国防公路 是为了国防需要 在国家公路干道的基础上专门修建的公路 我国最早的国防公路是1908年 在广西南部边境修建的龙舟至纳堪公路 同时 这条公路也是我国近代 最早在碎石上铺设历青的公路 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去这条公路上走一走 感受一下我国第一条国防公路